大家好 今天是12月30日 星期三 亦是十月份期指的结算日 当然明天星期四是最后一个交易天 亦是半日市 所以要夹的 这两天就全部夹了 昨天的市已经有一个明显的转向 指数成功回到10和20天市楼上 到今天高开127点之后 辰转升到下午3点半为止 曾经高检27,034点 即是形态上和技术上 已经令到12月份的市 扭转成为一个先低后高 低位是22日的25,998 高位暂时来说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27,034点 即是今个月的波幅 已经扩阔到1036点 说真的这个波幅不算特别大 但问题是一个月的波幅 怎样都要1000点 算是勉勉强的合格 更重要是什么 现在指数已经升了 10天和20天线 注意 如果连同10月份是先低后高 11月是先低后高 12月也是先低后高 即市并不是一个中期反弹 那么简单 是一个中期升浪 到了2021年首季 目标将会直指 今年2月17个高位 28,055 甚至乎 进一步挑战今年全年高位 1月20日的29,174点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